就算今天已經很流行網上購物 不過他始終取代不到逛街 逛商場的那種樂趣 在古代,又有沒有一些巨型的購物中心 可以讓人逛逛呢? 歡迎來到少興雪,我是燕文英 記得有次跟朋友聊天 我說自己是一個喜歡玩的人 然後朋友就想約我去錯物餘 或者逛下山 但是,其實我的喜歡玩 只是喜歡在商場那裡漫無目的地走 其實文英這種行為是有典故的 譬如宋朝的政治家扣准 在他未發職之前 就很喜歡去大上國旨 詩人黃庭堅又是這樣 連著名的女池人李清趙 在晚年的時候 回憶起和仙夫趙明成最甜蜜的時光 都是在大上國旨 你可能會說 人家是寺廟 不是行商場 如果你這樣想 就有所不知了 沒錯 大上國旨 在北齊北周的年代 的確只是一座皇室的寺廟 不過不知由幾時開始 大上國旨前面 就聚集了很多小販 來擺攤檔做生意 去到宋朝 他慢慢就變成一個大型的購物中心 無論是平價的日常用品 打獵用具 甚至是高價的古董 古書 你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連美食中心 這裡都有 這麼多攤檔 難怪可以聚到文人亞視 甚至是販夫走出過來購物 所以有時候逛街 不單只是為了買東西這麼簡單 更可能 是很多同朋友一起吃東西 聚腳的美好時光